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冰岛环岛之旅 今集我们来到冰岛南岸 因为南岸的景点实在太多太精彩了 所以我们分开了三天来玩 会和大家来到最著名的冰河湖 还会和大家参加整个旅程最重要的体验之一 行冰村 行完冰村再和大家行山 来到羽毛眼泵布Svetiforce 最后还会和大家去全世界最美的合谷之一 羽毛合谷 立即出发和大家展开冰岛南岸之旅 HELLO 大家好 我是Travis 现在我们来到冰岛的第八天了 身处的位置 冰岛的冰河湖 我们刚刚就由哈本坐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车 来到冰河湖 最重要的就是要坐这辆水陆两用的船 但因为我们11个人太多人了 已经满了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分开了两个群 我们现在还有大概九个字时间 和大家到处去看看 拍摄一下 冰河湖 全名是结古沙龙冰河湖 冰岛文是Yoku沙龙 冰湖上看到一块有一块大大的冰 全部都是由冰岛最大的冰村 Gradayuku 亚特纳冰村 溶化而成 溶化之后 一直沿着河流到冰河湖 然后再流出大海 所以冰河湖这个景象 其实是由全球暖化所形成的 以前没有这个冰河湖 在193年才开始形成 游览冰河湖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在湖边慢慢散步 第二个方法是像我们这样 成了水陆两用船 而第三个方法是坐这个比较小的橡皮艇 因为冰湖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 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先上网设定飞 然后设定飞之后 就会在这个设计的位置拿飞 大概尽量提早三四个字来坐船 这就是水陆两用车 因为它在湖上駕駛 就不会说十分之大浪和冰 但也尽量做好这个预航措施 整个游览的过程大概35分钟 船上也几多人下架 每个人都要穿上救生衣 不过今天的天气就相对比较差 天阴的时候天气特别冰 而且非常之大风 加上还下雨 这次15分钟其实都冰到有点辛苦 完全符合冰湖的感觉 其实好天的时候都可以很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2017年夏天影的照片 我们现在黄昏大概7点钟 终于来到我们住的酒店 因为其实来冰到8天 其实我们每一晚都住的家室 民宿 但在南岸可以住的民宿非常少 加上我们人比较多 所以今晚我们会住酒店 是整个旅程的第一间酒店 但这间房子虽然的范围不算很大 但因为这里的环境是很舒服的 因为我们后面是常常看着草原 除了草原之外 其实外面是对着正门口 就是冰村的 也就是明天我们会走的冰村 因为附近没有超市 也没有厨房 所以我们就不能煮饭吃的 今晚我们就会去酒店的餐厅吃饭 为了试试一些特色的食物 我们叫了个冰島前菜 老实说真的不适合我们的胃口 不过主菜就叫一些正常的食物 我们叫这个雪鱼也挺好吃的 连续几晚都在家人煮完一日三餐 这餐终于可以让他们休息一下 各位团友 我们今天来到冰島第九天 今天我们会和大家去咸冰村 一早早就去冰村集合 才发现原来那个集合地方 不是冰村那里 接着要我们驾车 驾车20分钟去冰村 连冰村也见不到的地方 接着集合后才发现 他又要我们驾车到冰村 我已经听到有讲通话 有吗 是的 来到冰島行冰村 有两个地方都可以参加 第一个是Skartafet 国家公园 它是属于冰島最大的冰村 雅特达冰村 Wahayuku 其中一部分 而另一个受欢迎的冰村 就是这个 Sumihayuku冰村 它的尺寸比较小 但因为它比较接近 首都Weggifrit 所以很多人都会参加 日出的时候 顺便买 而今次我们就会走这个 Gartafet冰村 首先我们要驾车去集合地点 借好装备和租买鞋 租买鞋 租买鞋是要另外一个价钱的 现在很厉害 拿着头盔 冰爪 還有一支 还要驾车 而且驾车 车已经够小了 还要拿着这么多东西 还要驾到现在下雨 又说好天 走冰村有没有很紧张 紧张 有什么感受 我们上次玩冰村是参加5个小时的团 好像只有几个人 但今次这个团是3个小时的体验团 所以人就多很多 30-40人都来 哦 原来之后是会再分组的 每组大概10个人 然后每组都会有一个导游 我们11个人 这个团 本来我们自己11个人 所以刚好是可以成团包的团 我们11个人 整个人可以包一个团 一个队友带着我们 下车之后 我们要行山行大概20分钟 才可以到起点 冰村团通常分为3个小时 和5个小时的团 两个团我都参加过 其实3个小时 听起来好像很长 但其实走到冰村入口 也差不多20-30分钟 一来一回 连装备 实际上冰村的时间 可能只有1个小时 如果想多些时间拍照 就可以参加5个小时的团 这20分钟的路况相对比较差 很多碎石 临入冰村之前 我们的行山鞋要另外装上冰爪 而两边都开始出现冰块 如果没有穿冰爪 好 早就滑下去了 进入冰村之后 我们会走一些相对简单的路线 让大家热身一下 我们走了十几分钟 现在来到一个 广阔很多的位置 可以在这里拍合照 拍照 这个位置是我们拍照的位置 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 我们都不会上到很高 哇 下面有福福 来到冰村 其中一个体验活动 就是喝冰村水 我们要做一个类似掌上压的动作 才可以喝到最清晰的水 在冰村上走是完全没有指定路线 我们走的路线都是到游现场决定 当然同一时间会有很多不同的团在冰村上 有些位置会有人帮我们开座 让路变得容易走 始终冰村会不断融化 所以今天走的路 不代表明天可以安全地走 这就是大自然 今次已经是我第三次走冰村 每一次走都有不同的体验 哇 今快我们就要开始下山了 刚才我们下去的时候 其实它不滑 现在我们有冰村走 但是它太轻 然后没有什么信心 而且冰可能因为夏天 所以它有点融融的 散散的 就是你踩下去的时候冰会移动 而且我怕掉到刚才的坑里 所以很清晰 其实安全带我们这次没有用到 但其实它很窄 因为每天的冰村 都会有变化 所以每天走的路线都会有所不同 所以每天走的路线都会有所不同 以防安安安全带 就看看有没有需要用到 如果有需要用到就才会用 那今次又没有用到的 上次又有用到的 哇 今快我们就要下入口了 天色阴阴阴地 开始下雨 幸好不是我们在上面的时候下雨 如果不然就会很狼狈 那我们走完冰村之后 其实附近还有一个很出名的瀑布 就是这个玄武岩瀑布 六角柱石的瀑布 走完冰村再走山了 那我们现在就会和大家走一座 来回大概两个小时的山 我们的出发地点 是Scalifur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 我们来到这个游客中心 然后左边有一条小路 我们走这里开始 穿过了游客中心之后 又有一大片草原 其实它是一个露营 是可以在这里露营的 那里有烧烤炉 后面其实会有厕所的设施 所以大家如果想露营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啊 我可以在这里露营 但是现在太冷了 周年Caro已经觉得很冷 好了 我们来到这个位置 右边有一条小雪的车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 正式开始上山 上到这个位置 看到更加开阳的景色 然后后面看到一些山 就是整座城堡 因为那些位置很尖 而右边是有雪山的 大家看看 冰川上面 应该是 我们已经很清晰地看到一个瀑布 六角柱石 大家如果体力有限 可以在这里看也OK 但是我们呢 还想走近一点 所以我们决定在下面那条木梯那里 好 最后我们用了45分钟 就上到这个玄武岩瀑布 六角柱石瀑布 现在这个望距位置也很近 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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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路 大家有兴趣可以再走近一点 但注意安全因为比较深 我们来到这座叫Skratifor的瀑布 也是俗称的玄武岩瀑布 玄武岩即是我们香港西贡蛇说的六角柱石 也是火山地带很容易看到的地理奇跡 在冰岛也有不少地方有六角柱玄武岩 虽然香港也有很多六角柱石 但六角柱石配上瀑布 完全是一个奇境 虽然行山一落一回要差不多两个小时 但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这个景点 冰岛南岸的景色和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 沿着一号公路走 就位都可以看到冰村 还会经过一块有一块的平原 和大大小小的木牆 冰岛南岸的景点非常多 至少花三天都未必能走光 今次会介绍一个比较热门 但旅行团通常都不会去的景点 就是羽毛峡谷 Friorale Groups 去羽毛峡谷的人流都挺多 但要走一条相对比较窄的小路 进来羽毛峡谷的路都有些崎嶽 所以大家要小心 进来后停车场位置不算很多 但是很多车 羽毛峡谷有个称号叫世界最美的峡谷 由卫星拍下来的照片 这里就像一条羽毛 所以就称为羽毛峡谷 全场是2公里 高大概100米 200万年前冰河时期 因为受到冰川和河水侵蚀而形成 我们走了大概5-10分钟 就上到羽毛峡谷 相信这个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大卡位 然后右手边这个位置 哈哈 应该以前那个位置都是大卡位 不过太危险了 所以现在就封了 这个位置 看过整个就是羽毛峡谷 那 但是 不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到金岸旅程最贵的住宿 这间住宿是位于FIG 维克赵镇 对面已经看到我做维克教堂 我到现在没有机会上去 因为每次来都不够时间 明天应该是有机会上去的 对面就有超市着 超大间的手信店 可以卖衣服 我们立即和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住宿 我们的住宿是上层的 一进去就有楼梯 一上到来 哇 这个是一个厅 超大的厅 真的超大的厅 这个是我们一间房居住6个人 有一个梳化床 有两张梳化 椅子也有6张 我们看一下厨房 厨房的设备应有尽有 两个厨房的范围都很大 有焗炉 有微波炉 不知不知道是否有洗衣机 天的厨房是有洗衣机的 哦 楼下有洗衣机 他说我刚才看到有洗衣机 房间是超大的 其实很有家庭的感觉 虽然它未必像前几晚的小屋 那么有设计 但其实它是相对比较简 实行这个北欧风格 我最喜欢的北欧风格 两间房的环境就是这样 我们出去看看外面的环境 一出来就看到我们刚才 在买手信 走看衣服的那间店 然后旁边就是超市 对面好像有另一间超市 便利店的物体 这里有披萨店 下集那么精彩 会和大家游览南岸最著名的景点 会和大家尋找飞机残骸 记得留意下一集 好了 今集我们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订阅旁边的钟仔 最新影片通知你 记得分享和留言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